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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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好事 所以我們不要說不行 不可以啊 一定要斷然記結它 我們就來問土地公的意見 用方法就叫捕杯 那生呢 生態是顧問 也當過土地公的顧問 現在也是土地公的顧問 媽祖的顧問 你要請教我的意見 你已經要尊重生態的意見了 所以依照 congregation 老公 所以我們一定要尊重三寶 信仰三寶 皈依三寶 所以要來拔杯問土地公 你就帶著那位信徒想供養這個神的信徒 在土地公面前的信徒 只要拔杯我們願意來禮浪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切依氣三寶 活化身的意思 我們尊重三寶 所以我們全部都依照皈依三寶的意思 他的旨意 他的建議 他的教義來做 所以他主要到廟裡面拔杯 拔杯 兩杯 三杯 確定 我們知道 確定 我們把這個福報讓給他 我們就讓媽子土地公會給我們更大的福報 我們來找其他可以供養三寶的方法來供養 不一定主著一定要供養這衣服 你非常非常的謙卑 無我 把自己放下了 不為自己求安樂 誕念終身 得幸福這種菩薩心 要你把福報分給大家 可是我們尊重三寶 皈依三寶 就是正法 正信 去做 那神一樣會疼愛你 更疼愛你 這是顧問的感覺 把顧問把這個案例 經驗分享給大家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指持杯